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典战争影视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鸡毛信与小兵张嘎 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 在经典战争影视片里面呢 也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 那就是那些在战争中成长起来的小英雄 今天呢 我们就来聊一聊鸡毛信和小兵张嘎 这两部经典影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这两部片子在新中国的电影史上 应该是地位也是比较高的 这个鸡毛信这部电影 可以说是新中国儿童电影的开山之作 小兵张嘎呢 又可以说是儿童电影的巅峰之作 就是一直到现在啊 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会说 说我们是从小看着小兵张嘎 和这个闪瞑红星的潘东子长大的 所以到现在啊 给大家都留下很深的印象 鸡毛信呢 又早一点 是五十年代的作品 鸡毛信呢 他当时五十年代的时候 为了纪念这个抗日战争 这个进行呢 这个爱国主义教育 给广大儿童 是不是这么个典范 当然也教育成年人了 就是五十年代 比较典型的这种作品 至于这个小兵张嘎呢 他又在六十年代前期 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排摄 当时强调培养这个革命接班人 所以这个时候排摄呢 应该说是这个 就更带有一些很深的政治寓意 这两部片子呢 就国内的知名度来讲 是小兵张嘎知名度更高 刚才那个郝老师说的是 是个巅峰之作 他有个特点 他把儿童片和革命战争片 结合起来 这个在世界上是少有的 他一般是儿童片 就是儿童片 战争片就是战争片 所以你这个拍摄一部电影 理解一部电影 首先你要看这个特定的时代 特定的人群 你这抗元朝战争期间 当时这个志愿军为了教育 这个美国那些战俘 给他们演这个白宝女 想启发他们的接约觉悟 结果那个美国战俘 看着这些莫名其妙 怎么回事 杨白老子欠了钱 为什么不申请破产保护 人家根本就不可能理解你中国这些事 小明章感 小明章感 为什么当年能引起共鸣 就是因为刚刚结束了战争 而且那时候大家对抗日战争 解放战争 还都比较熟悉 对旧中国的苦难 大家也熟悉 看到这么一个 在民族仇 阶级恨中间 成长起来的少年英雄 大家能理解 人总是比较怀念自己的童年时光 这是人的本性 因为这段时光是最无忧无虑的 然后是认识世界 接触世界的开始 这是一个 而且看这种 弘扬英主义的这种片子 观众一般都有代入感 你像鸡猫信里边 他写的小英雄 鸡猫信好像是 河北出过一个王二小的事 跟王二小的事情 有相似的地方 也有区别 王二小是把鬼子引进夫妻圈 鸡猫信的海娃 他是送信 但是都是给鬼子带路 这个有共同之处 这是什么药权的鸡 千万别用丢的 听见了 你啊 把他送到三王村 指挥部 亲自交给张远长 把他送到三王村 出事 那把你 把你 带回去 把你 把你 拉 台商 拿 把我 把我 把你 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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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娃呢 它是虚构出来的形象 但是也反映出抗战时候 那个特定的历史环境 当年很多信件确实找小孩送 为什么小孩送呢 它不太引人注意 成年人容易受敌特的搜查 所以当时很多儿童团 起到送信 小交通员 都是容易避开敌人搜查 特定历史条件的反应 它当时真是源于生活 电影《鸡毛信》 于1954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设置 它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反映 我国少年儿童 在抗日战争时期 对敌斗争的儿童影片 主要内容讲的是 抗日战争期间 集中根据力的儿童团长海娃 给八路军送鸡毛信使 在半道上遇见了敌人 海娃集中生智 利用老绵羊的尾巴把信藏了起来 不仅保住了鸡毛信 还将日军引进了山里全部歼明 影片以海娃送鸡毛信作为全片的主要线索 结构单纯情节曲折 成功地塑造了一个抗日小英雄海娃的艺术形象 这部影片曾荣获1955年 英国第九届爱丁堡国际电影界优胜奖 1980年全国第二次儿童文艺奖故事片一登奖 是新中国儿童电影的经典之作 影片以鸡毛信为片名 鸡毛信其实是在胖儿战争时期 华北地之军民传递紧急情报的特殊一件 实际上鸡毛信从古代就有那个鸡毛信 这是咱们秦汉时期就叫语书 就是往信件上贴个语毛 指的就是鸡毛信 你什么都不贴是平常的信件 贴上语毛贴上一根鸡毛信 这就是极件了 要再贴两根鸡毛那就是加鸡件 三根就不得了了 十万火鸡 十万火鸡 三根鸡毛 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抗日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咱们检查记根据第宋信 仍然是往信封上面贴羽毛 人家还研究过 说为什么贴一定要沾羽毛 说有几个原因 一个说鸡它不是一般的动物 鸡有五德 你看鸡它的头上有鸡罐 代罐为文 鸡象征的文 但是鸡有敢于斗 这是代表他的五 就文武双全 然后鸡一看到神 他就呼唤 大家一起来吃 这是仁义的意思 人 敌人在前面 他敢于斗 这是勇 然后不管刮风下雨 按时起来打鸣尔 这是他的信 所以基有五德 尤其这个信这一点 非常像 用来比喻我们通信 传送情报 手时 不管你风吹雨打 风霜雨如果 按时送达 所以一般来用鸡毛 来表达信件的重要性 而且人家说为什么不用鸟的羽毛 因为鸡毛好得 哪个村里面抓住几根毛 一栈就有了 所以这是鸡毛性 从雇到尽子延续下来的 海娃里面就有这样的镜头 他是拿到情报以后 一看这个鸡毛 我得赶紧送过去 没干净要紧的事 啥事啊爸爸 送风信 送信啊 给谁的信 张连长 张连长 请忙去 这可是封要紧的信 千万别弄丢了 听见了吗 你呀 把它送到三王村 指挥部 亲自交给张连长 看看看看 各里边 路上可不敢大意 打了你就放心吧 你一定能把信送到 三王村我去过两回了 而且刚才徐老师也讲了 在整个抗产战争期间 恐怕儿童团员们 包括一些小红军 包括一些小巴鹿 他们承担的其中一个 大项任务 就是送信 也机灵啊 也不引起敌人注意啊 他任务是战岗放哨 加送信 你像这个海娃就是 他本来是在那战岗 发现敌人来了 他赶紧把消息树放 消息树 这就是又战岗 又放 这个也是当的 也是比较传统 就是那种 古代传下来的这种新记号 古代的因为他也有这个树木 烽火 随烟 用这种办法 因为那个时候来讲 不像现在的信息传媒手段这么发达 那就在牧师距离之内 树放倒了 或者是发烟了 他比光消息树 比发烟更好一点 因为你发烟 毕竟他的眼睛注目 消息树一放 你说山林之中一棵树倒了 一般不会引起敌人的警觉 这个应该说也是当时的一个发明 那个树在那 山头上一棵树 大家都觉得是个正常现象 那敌人发现不了 它是一个挺隐蔽的这个手法 而且牧师比送信还快 但是牧师 包括古代的风水 传达的信息有限 就是这个树放倒了 说明敌人来了 敌人来了多少 往哪个方向走 你还得用详细的 你怎么能倒一排树来证明 所以海娃就是看这个情况不对 他就得送信 甚至要把敌人 他就先把树放倒 对 先报个警 先报个警 然后还再传情报 当时儿童团在这方面 也是起了挺大的作用 他儿童团站岗放哨 也不容易引起敌人的注意 这个能够起到大人起不到的作用 这个也是当年我们的儿童团员 包括小巴鲁 能够发挥这么大的作用 也是这些经典的 以儿童题材为主的经典革命影视片 能够受到大家欢迎的一个重要的理由 鸡毛信这部电影 是千百万在抗日烽火中成长的孩子们的童年生活的形象 在整个抗战期间 究竟有多少个海娃 有多少个王二相 今天已经很难考证了 当年的鸡毛信至今也还是个秘密 我们只能从影片中获得一些知识 当海娃从父亲手里接过这封特殊的信使 这个镜头便走进了观众的记忆 它真实地反映了抗战时期 各根据你的儿童团对敌斗争的一个作用 那么说到儿童团呢 实际上很多人会想到这个同军 同军运动或者说童子军 实际上我们的儿童团跟童子军应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还是 这个国民党也搞过这个童子军 新海革命生了以后中国只有了第一个童子军团 但是当年英国人创立 英国人是国际性的一个组织 世界同军总会有一个 它好像更像是一种社会组织 它是一种像是一种社会互助 维持社会治安警察的辅助力量 是这么一种组织 国民党的童子军有童子军军棍的 它实际上是帮着警察站岗的 说它这个统一的服装 统一的国际性的礼节 就像军装一样 像军装嘛 一般人还你还当不了童子军 你一般可能连那套服装都买不起 连那套服装都买不起嘛 共产党搞的儿童团呢 其实最早可以追溯到这个1922年共产国际 提出设立少年先锋队 1930年以后 各革命的根据地建立 共产儿童团 那就成为红军的辅助力量 红军还建立过少公国际师 但是到了抗日战争开始的时候 1937年 我看一些档案文件 中央军委专门有一个指示 不要建立专门的妇女部队和少年部队 还是保护妇女儿童 一方面是从作战 一方面当然是保护妇女儿童 另外重要一点是 这些部队不适合作战 妇女部队和儿童部队 你才建立起来之后 你说成年人背四五十斤东西 一天走一百里 你让他们肯定跟不上队伍 这支部队肯定行动迟缓 另外当年不像现在作战 超市局作战 见面的大号战场 才能见面 远距离打击 当年都是短兵相接 你这个妇女儿童 你跟人家短兵相接 人家气焰更胜了 一看你原来是女人小孩 你冲上去之后 来讲不但不能气势上压倒敌人 反正让敌人看不起你 这个从当时 毛泽东和朱德给儿童团 题字也可以看出来 毛泽东说 儿童们起来 学习做一个自由解放的中国国民 对 把它经过在这 朱德说 斗争与学习缺一不可 所以这个也反映了 当时我们的党对儿童的期望 也是他们儿童能工作的 我觉得是一个指针 讲起来 当年这些小孩其实是最积极的 因为儿童本身就是青春造物期 而且过去他又受压迫 又穷困 组织起来之后 真正享受到人的平等权利 而且一方面来讲 鬼子来了之后 我们团结起来打鬼子 另外在根据内部 我争取我自己自身的民主权利 我有了当家做主的权利 他感到自己的地位 有了一个根本的变化 你说怎么可能不忠诚 所以他那种瘦弱的身躯 小小的心灵 爆发出那种力量 是当时有些人都感到非常震惊 斯诺当时的妻子叫威尔斯 他写过一个小红军的故事 大概就是在抗战前期 或者是抗战初期 他说是有一个小红军 还不是被日本人抓住了 被那个白军抓住了 我们那时候说 要把他抓出去枪毙 枪毙的时候 哨兵就把他往外压 压的时候 那个小红军还说 说为什么不砍我的头 为什么用子弹打我 说你为什么不把这颗子弹 留下来打日本人 死的时候还抓着他那个红军帽 你看这样的情节 就是他临死之前表现出来这样的一种状态 这是我们恐怕今天难以想象 那一代人的很多生活状况 我们今天的人看来都是难以理解的 当年讲对革命事业最忠诚的 往往是那些红小鬼 或者是部队中间那些小鬼 实际上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 我们队伍里就有好多这样的小英雄 所以那时候我们就已经有好多红小鬼 小鬼一直是个贬义词 我觉得变成宝义词 我觉得应该从红小鬼开始 反正当时实际上我们整个 我们党领导下的革命队伍 非常的年轻 就是外国记者来访问中国抗战的时候 像斯诺像一些美国专家来 他们就有这个印象 就觉得共产党领导的拔路军新四军 好像比国民党那边整整年轻了一代 咱们现在回过头来看 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有这个现象 就是共产党从起家的时候 他就比国民党年轻 当时显得是中国社会 整个都有这么一股 崇尚年轻的这么一个风潮 实际上从领袖人物 比如毛泽东就比蒋介石年轻 包括高级将领 他也是很年轻 而且哪怕是同样子年龄 年龄差不多大的情况下 也是我们这边要成长的快 有人不比较过 说同样是黄埔出身的国共双方的将领 而我们这边成长的还是比较快 你看同时比如说同属于黄埔一期的 徐向前和胡宗南 好多人愿意把他们两个进行 PK都是同学 但是徐向前当四方面军总指挥的时候 胡宗南是黄埔 国民党方面黄埔同学里面 他的进步最快了 那时候才是一个师长 那么到下面也是一样 因为当年的儿童 确实是在这种苦难的 特定的历史环境中间 不奋斗 没办法生存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有两部儿童影片 一部被称为新中国儿童影片的开山之作 另一部被作为新中国儿童片的一座宗碑 这两部影片各讲述了一位英雄少年的故事 表现了当时抗尔战争中的人民战争特色 成为红色经典 那么这两部红色经典 各讲的是哪里的事情呢 它在抗战史上 有着怎样的深刻意义呢 蒋武堂继续与您一起 重温红色经典 还原历史真相 敬请关注 徐燕 郝在今 卢勇 正在讲述 经典战争影视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鸡毛信与小兵张嘎 电影《鸡毛信》是新中国儿童影片的开山之作 鸡毛信剧组于1952年9月中旬接受任务 经过四次修改 历史一年零三个月的拍摄 终于在1954年的六一儿童节 呈现给了全国的小朋友 这部影片与同时期其他题材的中国电影一样 那时的儿童影片在风格样式的探索方面留下了较多空白 但是令人欣慰的是 从鸡毛信开始 中国电影工作者经过探索 为那个年代的电影留下了许多经典之作 《小兵张嘎》是继鸡毛信之后的又一成功范围 被称为新中国儿童片的一组丰碑 《小兵张嘎》这部影片讲述的也是抗尔战争时期 生活在白杨殿的一个小男孩张嘎的故事 张嘎与唯一的亲人奶奶相依为命 为了掩护在家养上的八路军侦察连连长钟亮 奶奶应有牺牲 而钟亮也被敌人抓走 为替奶奶报仇和救出老中枢 嘎子历经艰险找到了八路军 当上了一名小侦察员 影片讲述了张嘎在老中枢老罗树 欧队长奶奶的指引下 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的过程 是著名作家徐光耀的代表作 有人说影片中也有作家自己的影子 实际上小兵张嘎的作者徐光耀 他本身就是个小八路 13岁 13岁参的军 他参军怎么回事呢 就是当时120市有一部分住在他们村 而且有战士住在他们家里 住了一段时间以后 他就想参军 家里就不让 他就闹 结果部队开拔走了以后 他还闹 闹了七天 他父亲就没办法了 说那行那你去吧 你看他写的那个嘎子 就是嘎子想参加八路军 罗敬宝不让他参加 然后他千方百计争取参加 好多小孩参加革命都有这么一个过程 我们现在看好多老一辈 就是当年的小八路 后来这些我们说的老革命 他们的回忆里面 绝大多数的这个红小鬼和小八路 都有这种哭的喊着要参军这种经历 包括徐光耀写小兵张嘎 我觉得他写的那个嘎子 要参加八路军 这一段也是当时他内心的一个真实的写照 你是来报信的吧 我 我是来参加的 我怕笑掉了下巴砸了脚面子 我说 就凭你这小嘎嘣豆 个儿还没牵高呢 就想参加八路 还想当侦察员 这些杆子倒高 处的那死木头一根 咋子 当八路可艰苦啊 冲锋打仗是家常算 兴军跑步是喝凉水 你行吗 那怕什么 老徒书跟我说过 八路军就是不怕苦 说能小是旧能小 打的本领真不小 下水豪比刮刮的大蛤蟆 上次带过喵喵的小铃蟆 早看着翅膀的车后带 差点火转罗金宝 差点火转罗金宝 现在很多年轻人听起来觉得你这是说教 就是理想 就是你当心中有一个信念 有个目标的时候呢 他的内心的力量会动发出来 而不是现在这个所谓的兴趣 这完全是不一样的 理想跟兴趣呢 当然也不矛盾 因为这个特定的环境嘛 他造就了人特定的追求 就是当年这个在东北嘛 这个东北野战军很有名的一首歌 就我们的连长何万象 那个歌 这个一开始这个歌词 就是很引人启发嘛 就是我们记得在西北高原上嘛 告别了你放的羊群嘛 从此走进毛泽东的队伍 一生都在战场 这就讲当年那代人 他就是放个羊 他没有其他的追求了 这时候来了一支中央红军 毛泽东带的队伍 跟着他们就有饭吃 就有希望 说那个时候的这个青年人 追星追的什么 那真是就像那个东方红的唱的 他是人民的大救星 追的是那个星 每一个孩子都是想当小英雄 像这个小兵杠杆 就树立的是一个小英雄 都有一个英雄情节 所以包括杆子去偷枪 他也是这样 但是这里面 我们也可以从这些经典的 红色儿童影片里面 也可以看出来 就这些儿童也有个成长的过程 因为杆子 他这里面 为什么大家比较喜欢杆子这个人物 一开始 他这典型的一个小皮孩 特别调皮捣蛋 跟小伙伴摔脚 输了还赖 是吧 躲人家烟头 躲人家烟头 加油 什么了 死剑 什么了 死剑 有人了 有人了 有人 人 白色 白色 疼人家烟头 疼人家烟头 我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所有调皮孩子 可能大家有时候大人比较讨厌那种皮孩子 干过的活他都干过 一开始而且他身上 他肩负的只是一个家仇 因为他奶奶被杀了 但是最后他承担的是民族解放的这么一个使命 所以这个承担过程在里面应该影片里面刻画的不错 我觉得也是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我们当年 包括红小鬼 包括小巴鲁这种成长历程 包括我们老一辈革命家里面 好多也是红小鬼出身的 是当年要论起参军年龄 现在很多人一看 就是13岁14岁 有的人当施政委的时候18岁 你少问国一是施政委就18岁 当时这么年轻 但是来讲都是身经百战的 因为他从小孩的时候就开始打仗 那一代人真是像小明张嘎那个成长经历 确实在战火中间成长的 他在那种历史条件下 他只有跟着共产党 跟着人民军队 他才有活路 这个有时候想象也不可思议 我看到有的回忆录里面还写 就当年一些小邦的参军以后 他有时候晚上还尿炕 他就是个孩子 他为了当兵他多写年龄 为什么后来来讲 因为年龄他是假的 他虚报 他本来是13岁 他报15岁 怕部队不要他 老百姓都说是娃娃兵 老伴一看说小子晚上又尿炕了 但是一执行任务起来 不折不扣 这点非常了不起 小兵张嘎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儿童军事题材影片 他通过寓意丰富的细节安排 和少年儿童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描写 真实自然地塑造了一个性格鲜明的少年英雄形象 主人公一声打气 却又聪慧勇敢 具有抒情意味的白羊帝风光 轰托出了小主人公成长的环境与氛围 小嘎子机影片中其他几个纯婆儿童的形象 影响了整整一代小观众 那汉奸呀 可真怕 我两老子老子过来 舔着个大肚子 走起路了呀 忽吃忽吃的 哎 就像你们家老母猪 那家伙啊 可真恨 他说 甭说吃你们几个烂西瓜 老子在城里吃馆子都不掏钱 说着说着呀 就想掏枪 可是还没等他掏出来 老罗叔给我了个眼色 我就啪的一下 把西瓜扣着他脸上 这时候啊 我就用这个假玩意儿 一下从你腰眼上 不许动 哎呀 那家伙啊 可真听命令 就乖乖的举起了双手 我呀 我就得了这个 真家伙 看不看 大家都看不看 这叫撸子 真正的小巴撸子 最棒的 我们现在听到比较多的一句话 是战争让女人走开 实际上战争的残酷性啊 决定了他不但要让女人走开 他也让孩子走开 但是呢 他再残酷就让你走不开了 走不开 走不开 但是从真实的历史来看呢 不管是中国还是国外 从古到今啊 一直都有这个 少年儿童 或者少年或者儿童 这个从军的一些记载 你像咱们中国古代就有个神话传说 哪吒闹海 那个就是一个很小的小孩 反抗他的父亲 反抗龙王 就这个反抗精神 看来咱们中华民族很早啊 就有崇尚这个少年儿童这个感斗这个精神 哪吒当然是一个神话传说了 但是这个一个神话传说能够流传千年不衰 肯定有他的这个历史合理性 为什么哪吒深受广大这个青少年 甚至成年人喜爱 到现在有动画片 哪吒闹海动画片 为什么小孩也喜爱 他就一方面有叛逆性格 另外一方面呢 哪吒也有可爱的一方面 这个有叛逆性格正好符合 现在讲这个儿童那种这个心理逆反时期 另外 另外他也哪吒受到人们喜爱 他也是对黑暗势力的反抗 黑暗势力谁啊 龙王啊 龙王三太子 欺压人民嘛 为什么这个哪吒大人讲起来 他不是出身皮下如农了 不是出身贫苦农民 他是富二代 他是富二代嘛 但是来讲呢 哪吒反抗是黑暗的这个贵族恶少 那么龙王的这个公子 那不是来讲这个欺压广大人民 当地老百姓都痛恨都不得了 只好请哪吒出来为他们做主 其实他也是一种很朴素的反抗压迫 反抗剥削这个心理 为什么千年来中国老百姓都喜欢穿哪吒的故事呢 他不光是一个儿童的叛逆心理 实际上隐约的含有这个下层民众 对这种欺压的反抗心理 实际上我们历史上就对一些少年儿童寄予厚望 好像在我们的文化传承里面也有 你刚才那个比如说一些戏曲里面 你比如说甘罗十二位丞相 周瑜十三位都督 他虽然是不是历史的真实 但恰恰反映了包括对一些神通的描写 包括一些这个评书 一些这个专辑里面我们看到一些一些这个少年英雄 少年将领 都是反映了我们民族文化里面对少年的这种期望 古代很称赞这个少年将军 为什么称赞少将 白袍小将 这也反映了中国古代文化一个好的传统 就是希望这个自古英雄去出少年 认为这个少年呢 他有一种朝气蓬勃 这个儒子可教也 就是少年他毕竟要代替老年 中国这个注重传统教育 那么教育首先从娃娃抓起 军事教育 他也希望寄希望于这些少年将军 这个传承啊 一直到了这个新中国也注重培养这个 这个后一代接班人 这小兵章杆 这些电影的拍摄 恰恰也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之下出现的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 有两部儿童影片 一部被称为新中国儿童影片的开山之作 另一部被作为新中国儿童片的一座封碑 这两部影片各讲述了一位英雄少年的故事 表现了当时抗尔战争中的人民战争特色 成为红色经典 那么这两部红色经典 各讲的是哪里的事情呢 它在抗战史上有着怎样的深刻意义呢 蒋武堂继续与您一起 重温红色经典 还原历史真相 敬请关注 徐燕 郝赛金 卢勇 正在讲述 经典战争影视片背后的真实历史 鸡毛信 与小兵章杆 小兵章杆这部影片 对章杆的机智勇敢 给予了充分的表现 如他描述自己抓鱼时的情形 他用假枪抓住一个伪军军官的过程 他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查 把枪放在树上的鸟窝等行为 都反映了他的机智和勇敢 特别是他被捕以后 机智的面对敌人的威胁利用 先打破了看守他的敌人 然后把煤油倒在衣服上点燃衣服 这些情节也充分的显现了 张嘎的机智勇敢 抗战时期生活艰苦 学龄儿童不能上学 张嘎不识字 表达意思只能通过说和绘画 这部电影让孩子们明白 现在的生活和学习条件来之不易 应该倍加珍惜 实际上我们现在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也可以看小兵张嘎 是张嘎成长期 就是一个孩子的成长的过程 对我们现在应该还是有起立的 由儿童团成长起来的英雄人物 其实很多 你像董春瑞 他那村里就是儿童团 开始有人说是队长还是团长 反正是村里的儿童团负责的 而且他十四五岁的时候就想参军 那个时候来讲 儿童团一般的最大的愿望 就是将来能够来讲 参加这个拔路 开始他年纪太小 不要他 觉得你这个人长得没枪高 所以他像我以后还会长 说最后到了十六岁以后 部队终于收他入伍了 说他入伍之后 当时部队反应 他是个很成熟的年轻的老战士 为什么是年轻的老战士 他在儿童团里头来讲 就经常站岗放哨 参加对敌斗争 也是相当一级的领导干部 儿童领导干部 说这个也是培养出来的 所以说严格讲 那你说雷锋 其实他少年时代 也是苦大仇深 当过通讯员 解放书记在县委 当通讯员 你说他也是在领导培养下 虽然那时候儿童团 已经不存在了 其实也相当有儿童团的出身 不过我们从刚才您讲的 这个董层类的成长历程来看 实际上我们整个对少年儿童的 这个培养体制 那个时候已经建立起来了 我当时看一个根据地的资料 他把一些我们的群众组织 实际上是延续的 你比如说七岁到十四岁 儿童团 但是十五岁以上 十五岁到二五岁 是青年抗敌先锋队 你看他就延续起来了 你的孩子成长始终是在党领导下的 各级群众组织里面 稳步的健康的成长 而且是无缝连接 十四岁以下有组织 到十五岁了又一起组织 而且是青年团来领导少先队 对了 少先队培养出来的干部 然后到青年团里就又能当干部 青年团然后又入党 他就整个体系 然后所有的组织都是在党的领导下 那个时候抗战争是党的一元化领导 这样实际上对他的整个成长进步 这种体制是非常好的 包括我们现在实际上 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当时那种机制 我们在部队的时候都说 这么起来的干部叫年纪轻 资格老 你看着他挺年轻 以为他嫩 实际人从小就经受锻炼 对 他恐怕跟一般人理解的熬自立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他成长的每一步都在实践中 在斗争环境中一步一步起来的 经验非常的丰富 当时的儿童团 是各抗尔根据地成立的儿童组织 一般以村委单位建立 受党支部或共青团复联的领导 他的主要任务是学习生产 同时也担负着宣传抗日 侦察敌情捉汉奸 站岗放哨送书信等任务 他的成立不仅给孩子的生活带来了乐趣和希望 同时也壮大了抗尔队伍的力量 为抗战胜利做出了贡献 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接班人 实际上我们讲了这么多的少年儿童参加革命斗争 也体现了我们党的军事指导里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大人民战争 我们的人民战争全民皆兵 这个名实际上不是单止成人 也包括小孩 包括通过各种办法各种机制 让他们在对敌斗争中发挥他们应用的作用 所以在抗尔战争期间实际上 我们的整个儿童团组织已经非常的大 我这有个数据 到1940年的时候 散盖宁边区有7万儿童团圆 但散盖宁边区 一万一百多万人口 人口还是相对比较少 你一看 苏北解放区有18万儿童团圆 华北抗尔根据地的儿童团圆的人数达到了60万 我们想一想 实际上就是村村有儿童团圆 日本入侵中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灾难 但是另一方面确实也是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巨大的觉醒 为什么呢 因为他空前野蛮的规模浩大的入侵 迫使整个民族都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全民族都起来奋起抗战 不全民抗战肯定就打不过 不行 把碎尸被他用枪给扎醒 扎醒了 战争让女人走开 其实是办不到的 女人走不开 儿童也走不开 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之伟大就在这 实际上当时我们党领导下的整个根据地 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严密的对敌斗争的体系 我们想这个儿童团它可能人小利落 但是它是这个体系不可或缺的一环 我们那时候要把整个根据地都管住了 不让敌人渗透进来 要看住了 不让敌人来偷袭 他需要的整个人力资源是非常庞大 你不可能轻壮地去管这种事情 所以孩子放哨是孩子 送信是孩子 查路条 盘查路条 当时你要是不是我们队伍中的人 你想从这个村走到根据地的众生 不可能的 不可能的 每个村口都有拿红衣枪 每条道路 每个村口 都是我们的孩子在看着 他们的基本的装备就是红衣枪 我记得一个老前辈 他当年跟我讲 他当时被打散了 打散了之后 他就找自己的队伍 找自己个居地 那时候也没有直北真 也没有地图 真是辛辛苦苦地走 走到一个村边上 他突然看见来讲 有个小孩拿红衣枪在那站岗 自己来讲眼泪马上流下来了 到家了 因为只有共产党领导的地区 这才有儿童拿着红衣枪站岗 一看有小孩拿红衣枪站岗 回家了 这到了我们根据地了 这就是共产党当年领导根据地的一个象征 就是儿童拿着红衣枪 在国民党统治区 日委统治区根本没这种现象 就这应该也是个标志 连儿童都能动员起来了 那就是全民都动员起来了 可是按照传统那个战争观 好像是把战争和平民分开的 但是这实际上反侵略战争 是应该是全民动员的 我们讲了很多当年小英雄的传奇故事 实际上我们当然更希望的是 今天的儿童还是能够无忧无虑的 幸福健康的享受他们天真烂满的童年生活 也就是说当年那些传奇 在今天可能很难出面 但是我觉得有一点是我们可以继承的 就希望我们的现代的孩子们 也像当年的小英雄那样 勇敢 坚强 不屈不脑 敢于担当 长大以后成为一个对国家 对社会有用的人 有贡献的人 这是我们期望的